如果说源于印度的印度教 佛教 奇纳教 希克教 是晋林 而源于中东的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巴哈伊信仰则是血清 我们将做一个系列 详细解读这些宗教是如何产生的 他们到底信的是什么 世界对他们有怎样的误读 他们的信仰对世界又有怎样的影响 这个影片先从犹太教开始 因为犹太教可以说是全世界一神教的鼻祖 不了解犹太教 就不能深入认识其他的一神教 与大多数一神教不同 犹太教是仅仅一个民族 也就是犹太人的宗教 目前全世界犹太人的数量不足1600万 而且并不是每个犹太人都相信上帝 但犹太教信徒的人数 与他们的影响很不成比例 就像犹太人只占0.2%的人口比例 却斩获了20%的诺贝尔奖一样 犹太人的确很特殊 犹太教也的确很特殊 为什么这么特殊呢 先让我们从他们的圣经塔纳赫 也就是基督教的旧约来认识犹太人和犹太教 首先我们得区别一下神话传说与历史这三个概念 简单来说 神话就是关于神明的超自然的故事 比如盘国开天地 女娲造人等等 传说则是关于真实或虚构人物的充满想象的小说 比如姚舜宇真的是历史人物吗 多半不是 哪怕是 善让故事也是假的 什么是历史呢 就是经过考古考证很可能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比如秦始皇统一中国成为始皇帝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 并非只有历史才有价值 实际上神话是近东文明各民族的思考方式 包括以色列人的祖先 如果站在事实的角度 我们会把历史与神话对立起来 如果站在意义的角度 历史和神话都是在体 人是犹太教 必须要从这四个关键词入手 永约 选民 圣殿 一神 我会按照这条时间轴 根据希伯来圣经 来和你分享犹太教的这四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 永约 希伯来圣经由三部分组成 拓拉 先知书和著作 拓拉就是基督教教约里的摩西五经 对于犹太人来说 拓拉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永约 永约就是上帝和他们永远的约定 也可以说是无限期合同 永约之一 奴亚之约 根据创世纪 上帝在六天里创造了天地万物或人 第七天就休息了 这一点很重要 安息日的意义之一就是纪念上帝的创造之功 那么犹太人认为这是哪一年呢 公元前3760年 也就是说 我做这个视频的2023年是犹太历5783年 等等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创世纪可没有说啊 别着急 你看到后面就会明白 上帝用尘土造了亚当 吹了一口气激活炭 然后用他的肋骨造了下瓦 上帝特特叮嘱过亚当 不要吃那棵之善恶术的果子 吃了就会死 结果我们都知道 他们没有顺服上帝 吃了禁果导致人类有了原罪 后来的犹太教对此的认识跟基督教有很大不同 犹太教认为人类仍然具有与生俱来的圣洁 虽然会被各种贪欲驱使 但还是有自由也有能力战胜罪 与上帝保持关系 所以并不需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 但基督教的看法非常不同 我讲到基督教的时候再解释 亚当夏娃后来生下了该隐与亚伯 出于嫉妒 该隐杀死了弟弟亚伯 这是人类第一桩谋杀案 亚当夏娃又生下了赛特 他们都生养众多 赛特的第十代孙就是挪亚 上帝见人类罪孽深重 后悔造了他们 决定用洪水消灭人类 只有挪亚是个毫无过错的人 于是上帝就让他造一艘船 也就是方舟 只有他一家八口和流种的动物上了船 其余的人类和飞行走兽都在大洪水中死去了 值得庆幸的是 这之后上帝跟挪亚签了个永约 说从今以后再也不发这样的大水灭绝众生了 注意 这个约不仅涉及到人类 包括了一切众生 只要彩虹出现在空中 上帝看见了 就会纪念与众生暗的手印 彩虹就是这个诺亚之约的记号 这些神话来源于哪里呢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 考古陆续发现 刻有巴比伦创世神话 埃努玛埃利时和吉尔加美时大洪水故事的泥版 原来 圣经创世纪故事来源于已经流传数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古老神话 这里要多说两句 任何一个宗教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阵营 传统派 中间派 自由派或改革派 当然在每一种宗教里称呼略有不同 传统派会坚定地认为圣经是上帝启示的 一字一句都真确无误 他们相信毁灭一切的大洪水是历史而不是神话 与巴比伦神话不是一回事 而自由派或者改革派学者却更现实地接纳考古证据 承认大洪水是神话 而且的确源于早期近东神话 但圣经神话又与这些神话有着本质的区别 不是迭代而是颠覆 上帝使用神话 但改变了神话的意义 比如巴比伦神话结束的时候 神们在吵架 只有一个英雄得救 而圣经故事却结束在永约上 这当然高级多了 永约之二 亚伯拉罕之约 挪亚有三个儿子 闪、韩和雅福 闪的宗孙叫西伯 据称他就是西伯来人的祖先 西伯的六世孙就是亚伯兰 上帝呼召亚伯兰 让他全家从乌尔迁到迦南 亚伯兰85岁的时候 跟婢女生了长子一时玛丽 就是阿拉伯人的先祖 100岁的时候 跟91岁的老婆萨拉 生下了上帝应许的儿子伊萨 伊萨生了伊嫂和雅各 无论在乌尔还是迦南 大家热热闹闹的敬拜着各种神 而亚伯兰却只敬拜这位叫亚威的神 亚威就是基督徒物读的耶和华 上帝给亚伯兰改了个名叫亚伯拉罕 意思是多国之父 上帝还跟亚伯拉罕签了一个永约 我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国度要从你而立 君王要从你而出 你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我会永远做你们的上帝 也就是说 迦南 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在地 就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挪亚之约的记号是彩虹 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是什么呢 就是割离 南英生下来第八天要割去宝皮的一部分 意思是遵循跟上帝立的愿 不守割离的会是死路一条 雅各后来被上帝改名为以色列 他的十二个儿子 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祖先 这十二个儿子里雅各最宠爱的 是排行十一的约瑟 结果约瑟被十个极恨的哥哥 卖给商队来到了埃及 但因火得福 约瑟最终成为埃及的宰相 而他的十一个兄弟和父亲 后来也都来到埃及 这就开始了四百多年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寄居生涯 这时候他们已经沦为埃及人的苦力 天天哭喊上帝救命 上帝听到了 心疼了 于是又呼召了一个人来搭救他们 这个人就是摩西 摩西的意思是从水里拉起来 他是被法老女儿从水里救出来的 第三个领约 摩西之约 摩西带领两百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渡过红海 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这期间发生了大大小小许多事 最重要的就是上帝在西奈山 又跟他们签了一个永约 叫西奈之约 也叫摩西之约 这个摩西之约是借由律法而立的 律法的核心是十戒 原意是十言 就是十句话 而前三句话特别重要 标志着一神崇拜的正式诞生 这就是为什么摩西被一些人认为是犹太教的创始人 陀拉的意思并不是律法 而是训会 教导 诫命 简单来说 诫命是防患于未然的教导 而律法是犯事之后的惩罚 在陀拉中上帝规定了613条细则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这些都得紧记在心 代代相传 其实 这些诫命与古巴比伦的汉摩拉比法典有很多相似之处 明显是借鉴于此 当然也有迭代更新 那么摩西之约的记号是什么呢 安息日 犹太人必须在周六这天彻底停下来 什么也别干 除了祷告与休息 这一天既要送在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大能 也要感谢上帝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的大恩 守安息日有多重要呢 圣经记载 有人在安息日去捡了一把柴 结果被处死了 后来拉比们甚至规定了39类安息日禁止的活动 很多地方供犹太人使用的电梯在安息日的时候 甚至不需要他们亲手去跟电影 那么假如一位男婴行割礼的日子正好是安息日 要不要在那天行割礼呢 必须的 因为经守割礼匕守安息日更重要 犹太人对于上帝的训诫有一个优先顺序 第二个关键词 选民 我把选民放在这里 是因为摩西之约的对象就不是万民了 而是选民以色列人 不过 他们作为选民并没有特别的权利 反倒是有特别的责任要做万方之光 就是全人类的榜样 为什么上帝单单拣选以色列人呢 我们当然不知道 上帝说不是因为他们人多 是因为上帝爱他们 其实他们的人数是最少的 可既然他们是选民 为什么还如此多在多难呢 犹太人对此想得很明白 正因为他们是选民 才如此多在多难 因为上帝所爱的必然管教 爱得越深 管教得越狠 当然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上帝的管教 比如二战时六百万犹太人被灭绝 那是因为人性之恶 犹太人的信仰不是烧脑的神学 而是遵行律法的生活 他们并不觉得遵守诫命是一份重担 反倒觉得是接受上帝的恩典 第三个关键词 圣殿 话说摩西没有进入迦南 他的尸体也不知去向 以色列人在接班人约书亚的领导下 占领了迦南 十二个支派也瓜分了约旦河两岸的这片土地 但以色列人并不争计 他们杀入迦南后 接着是世事时代 历史不断轮回 以色列人背逆上帝 上帝使用外族来教训他们 以色列人悔改 上帝兴起事实来拯救他们 再之后 变雅敏之派的扫罗成为以色列第一个王 不过他的王位没有传给儿子 因为上帝不再喜欢他 而是把王位给了他女婿 犹太之派的大卫和他的后裔 上帝跟大卫也签了个约叫大卫之约 我必使你身所生的后裔接续你 你的家和你的国 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 你的王位也必坚定 直到永远 可这个永约显然在公元前 586年终止了 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了 难道上帝毁约了吗 犹太人绝不相信 于是 他们开始相信 未来会有一位大卫的后裔 重新坐上王位 这位后裔就是弥赛亚 弥赛亚的意思是 受高者 圣经中很多的君王祭司都是受高者 阴王查尔斯三世的登基大典上 坎特伯雷大主教把圣油涂抹在他手上 胸口上和头上 这正是来自西伯来圣经的传统 可惜这个环节被屏风隐蔽起来 我们看不到 犹太人等待的弥赛亚是一位什么样的受高者呢 有人认为他应该是一位伟大的君王 有人认为他将是一位圣洁的祭司 显然 耶稣与任何犹太人对于弥赛亚的想象都不相符 这就是为什么绝大部分犹太人至今不愿意接受耶稣 大卫其实很混蛋 他跟一位勇士乌利亚的老婆八十八通金 还涉及让乌利亚早早死在战场上 而他跟八十八生的第一个儿子死了 第二个就是以智慧和财富闻名天下的所罗门 所罗门为上帝建造了第一个圣殿 所以里面是这圣所 约会里面就是摩西领受的刻有十戒的两块石板 两百多年后圣殿被毁 约会也不知所踪 至今还没有找到圣殿有多重要呢 以色列的经典塔木德说 就像杜琪位于人体的中心 以色列地也位在世界的中心 而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地的中心 圣殿是耶路撒冷的中心 所罗门死后 他的儿子罗伯安即位 但他远不如他爹那么睿智 却又想比他爹更铁腕 结果就遭到手下的叛变 亡国一分为二 十个北方支派 租成北国以色列国 其余两个支派形成南国尤大国 北国在公元前722年 被亚述帝国灭掉 这十个支派也失散到各地 南国在公元前586年也被巴比伦灭掉了 圣殿被毁 王公贵族都被掳到巴比伦 第四个关键词 一神独一无二的上帝 按理说这个关键词应该放在最前面 为什么反而在后面呢 因为前面讲述的都是圣经里的记载 现在我要告诉你另一个版本 是历史学家的版本 从19世纪到现在 历史学家们有了许多考古发现 这里没法一一论述细节 只告诉大家目前主流历史学家的结论吧 亚伯拉罕 以撒 亚各 摩西 更可能是传说人物 而不是历史人物 好比中国古代的三皇五帝 他们的故事相当于是小说或者演绎 但故事的原型人物可能有 只是远远没有那么传奇 托拉出现的许多地名 成名都是许多个世纪之后才有的 托拉的口述传统不会早于公元前九世纪 成书时间是在贝鲁归回之后 当然作者也不是摩西 其他的新知书与著作大约完成于公元前六世纪到二世纪 至今没有任何两百万以色列人在埃及住过 在旷野漂流过四十年并发动大规模战争 占领迦南的记录和痕迹 只有大卫 所罗门十有其人 很可能是当时耶路撒冷的统治者 但他们统治的可能是一个部落王国 不可能有一个能够容纳所罗门一千个老婆的巨大宫殿 圣经大大夸张了他们的财富和权力 从公元前586年犹大被灭开时 我们读到的圣经基本上算是历史了 虽然在细节上有一些出入 但大多数人物和事件是有案可查的 有同时期的巴比伦文献可以作为证据 我们要再次强调 所有的神话与传说都很有意义 他们是一个信仰群体对自身信仰的解读 他们不是在述说历史 而是在宣讲神学 说明上帝如何拯救他的选民 就像咱们华人自称是炎黄子孙 不是在谈历史 而是在谈文化认同 王国之后又怎样了呢 其实王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过了几十年 波斯兴起灭了巴比伦 他们实行怀柔政策 允许被征服的民族返回自己的老家 就这样一部分南国子民 从公元前539年起陆续回到迦南 并在公元前516年重建了一个圣殿 被称为第二圣殿 犹大国虽然不复存在 但犹大支派的血脉依然延续 后来整个以色列民族 以及他们的信仰都以此为本 被称为犹太人及犹太信仰 犹太人是犹大的希腊文音译 就这样 从希伯来人到以色列人 再到犹太人 他们在历史中模糊的身影逐渐清晰了 重点来了 真正的一神教其实源于贝鲁归回之后 因为贝鲁之前 以色列民与迦南人 埃及人一样崇拜多神 这从塔纳赫里也能看出不少端倪 北国二十个王无一例外崇拜别神 南国二十个王也至少有一半崇拜别神 所谓只崇拜雅威的信仰并不纯粹 被卢归回之后才渐渐坚定起来 这四个主题词真正成为了犹太教的四大支柱 从第二圣殿建立到公元七十年被回 这段时间叫第二圣殿时期 在犹太人散居的比如巴比伦 埃及等地 会堂出现了 是犹太人聚集祷告的地方 文士也出现了 是研读和教导妥拉的学者 拿入西伯来圣经正典的各卷书完成了 而且还有了一个希腊文艺本 也就是七十世一本 犹大帝被波斯统治了两百多年 又被希腊接手了 亚历山大英年早时候 帝国被分成三分 而托勒密王朝与塞留古王朝多年征战 犹太人可以说是在他们的夹缝中生存 公元前167年 塞留古王朝的安条克寺室闯入犹太人圣殿 用诸献祭玷污了至圣所 要知道只有犹太人的大祭祀能够在每年的赎罪节 进入至圣所一次 安条克成为进入至圣所的第一个外族人 这件事对犹太人来说是不可饶恕的侵犯 三年之后 马加比起义爆发 之后犹太人建立了哈斯摩尼王朝 端端续续有过七十多年的独立 公元前63年 犹大帝还是沦为罗马的殖民地 对犹太人来说最痛心疾首的事情莫过于公元七十年圣殿再次被毁 这回是毁在罗马将军提多的手里 而且显然是罗马人有意不属 第二次圣殿被毁与第一次是间隔656年后的同一天 说了这么多 犹太教到底信什么 他们没有基督教那样的信经 但有一个每天都要依此祷告的信仰告白 来自《生命纪》六章四到九节 以色列啊 你要听 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主 你要尽心 尽兴 尽力爱主你的上帝 对了 最后还得说说 为什么世界是在公元前3760年创造的 简单来说就是倒推 从最靠谱的一个时间点再根据圣经记录往前推 比如 犹大国被巴比伦灭掉的这一年是公元前586年 而根据圣经记载的各种年代 就有了这个数字